哇 怎么样 不错吧 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今天可是新的一天哦 为了让你重振旗鼓啊 从今天开始 我要帮你找房子 搬家 搬家 对啊 你住在这儿 看着你跟艾米的回忆 肯定很难走出来 我又不可能 时刻在你身边照顾你 所以 长痛不如短痛 咱们搬家 你不是说 要陪在我身边的吗 哎呦 可是我是艺人嘛 时不时会出去拍个广告视频什么的 一走就是好几天 再说了 新公司给我安排了新的住处啊 可是我不想搬家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哦 是艾米为了不让你难过 特地嘱咐我做的 好吧 好吧 搬家 好了 快去洗漱 回来吃早餐 带你去看房子 嗯 嗯 就是这里啊 这么大一个别墅 我哪住得起啊 我有说是整栋吗 走了进去看看 嗯 哎 噔噔噔噔噔 这就是你的新家 怎么样 不错吧 这 你确定是这里吗 虽然这只是保姆房啊 但是你可别小瞧它 麻雀虽小 却五脏俱全 连厨房和卫浴设备都没有 这房间这么大 租金又便宜 环境又好 差一个私人卫浴有什么关系啊 走吧走 我带你擦关联盟去 走 你可以想用别墅中的一切设施 开放式厨房 楼上还有超大浴室 巨型浴缸 那浴缸简直大的可以游泳了 哎呦 你这不是让我跟这主人同居吗 什么同居 同居是要睡在一起的 你这呢 只能算合得 我租 只需要稍微打扫一下别墅 就可以享受豪华别墅的一切设施 打扫卫生 这就是保姆啊 好啦别生气了 你看你现在没工作 这里多好 出门就工作 回来就休息 省区路上来回时间 完美 OK 等于说 我在这里当保姆 还要付房租 好啦好啦 别嫌弃 我带你去二楼参观参观 你就知道我的选择有多明智了 白老师 在你家啊 是啊 打扰了 向丽儿 你等等 白老师 你 还有什么事吗 叫我白泽就好了 银儿 我带你四处参观一下吧 嗯 白泽 原来你是一个隐形的富二代啊 这些其实并不属于我 哎 你别骗我 你是要跟我说 钱乃生外之物吧 你只是被迫继承的家族财产 其实你也不会这么有钱 也不会租这么大的房子 你只是想要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而已 天哪 我要是在学校曝光你的身份 有多少女孩子想排队给你当保姆啊 可以啊白泽 深藏不落 好啦 快进屋吧 我期货好茶给你 嗯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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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 你说人死后会去哪呢 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 你听说过生命的时间吗? 据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时间 而有一种人是专门收集人类的生命时间 我一直以为,Amy是被人害死的 但,当我看到她的日记之后 才发现,是我错了 Amy她自己已经不想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她有自己的生命时间 而我却一直强迫她去改变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想法特别可笑? 学医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没有 能看到你走出来,我真替你高兴 谢谢你,白泽 好 既然已经决定要住下来 也不能白住 拿上去咯 好寂寞 好寂寞 行不行寂寞 好寂寞 夏琳儿 你做什么? 我想进这间房间打扫 这个房间的主人不喜欢外人打扫她的房间 啊? 这间房子不只你一个人住啊? 嗯 荒涛 真教育不慎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那 我难道不可以在这儿吗? 难道 你们两个一起住 有客人来了吗? 有客人来了吗? 哎 哎 没有生命时间调的女孩 难道 白泽你也是蒙面先生 哎哎哎 我也是我也是 有客人